这座古朴精致的四合院 价值20亿 竟然藏在天坑坑底 万丈悬崖之下 这是谁的豪宅 为何建在这里 它的背后又有怎样传奇的来历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花 我现在在重庆的天生三桥 重庆五龙啊 藏着诸多秘境 天生三桥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不仅能看到亚洲最大的天然桥群 神奇的天坑地貌 而且还能寻到一个神秘的四合院 现在就让我们走近它 你可以选择步行 或者乘电梯进入到核心景区 80米高的观光电梯 因着山壁而建 从崖顶下来呢 大约一分钟都不到 就是等电梯的时间会比较漫长 我们选择了电梯啊 快速下降当中 眼前的景象呢 就已经令人十分的震撼 下了电梯以后啊 眼前这个就是三桥的第一根桥 天龙桥 当它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时 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在自然面前显得如此的渺小 桥高 235米 宽 147米 厚 150米 也许这串数字并不能让你产生深刻的印象 但你看人们在桥下行走 这画面就好像是大象与蝼蚁一般 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石壁上自然形成的大象雕像栩栩如生 在天龙桥的桥洞中行进了一段后 那一座神秘的四合院便赫然出现在视线里 只见前方天坑底部两座绝壁之间呢 夹着一条古道 古道边这座古朴神秘的四合院静静地处立在那里 上面笼罩着万丈深渊 四周岩石蒸笼 灌木苍翠 从这儿望下去啊 院子由几状相连的青瓦灰墙的厢房组合而成 赤脚飞檐 古色古香 这座深山悬崖下的院子 据说目前的估价呢 为20亿 那么这座价值不菲的院子究竟是谁建的 何时所建为何而建呢 天福官邑 这是满城镜带黄金甲剧主为拍外景而建 而事实上啊 这里确实是古时候一个重要的官邑 这儿呢 是严格按照汉唐时期驿站风格仿建的 并且修复过程中 一切细节都尽量保持历史本来的样子 连青砖 灰瓦 也是专门到外省定做运过来的 乌梁 门窗 雕花 都是专门进行做就处理 据史料记载啊 驿站始建于唐武德二年 地处钻天铺和白国铺之间的药金 是古代福州和前州官方信息传递的重要驿站 很可惜啊 后来在战乱中呢 毁掉了 踏入驿站的内庭 我们看到整个建筑呢 都是木制结构 四方加起来大约有二十来间房舍 古风古晕的院落 加上这一天似语非语 只可惜啊 当天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 院落里一片吵杂 就没有了应该有的意境 不过话要说回来啊 这个地方要不是人多 一定会十分的阴森萧瑟 头顶的悬崖都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要是天黑了以后啊 胆小的人怕是呆都不敢呆 从观溢出来啊 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把大刀 这边是第二座桥 青龙桥 而第三座桥 黑龙桥桥洞里呢 有很多这样美丽而奇特的泉水 最后来看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个像一个展翅玉飞的老鹰 而这个像不像一只可爱的小猩猩的脸呢 用这幅鲤鱼月龙门祝福我们所有的人 心想事成飞黄腾打 然后我们的好角度 加一直凉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